預訂的話,還有一招小Paybook可以讓你省錢 都是使用AppShabay去預訂 用這個平台連結到Booking啊 住宿費不會變多 反而是讓你多賺6-20%的回饋 感謝Googlegoo對本頻道的贊助與支持 讓M男有持續創作分享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M男子的旅記 我是M男 這集要來跟大家介紹 如何找便宜住宿 身為徒步環島推廣大使 決定開拍這一系列的節目叫做 徒步環島從無到有系列 讓你一步一步完成你的環島夢 如果你擔心預算不夠多 憑住宿包要去哪裡找 路上又很危險 甚至是吃素的人環島活得了嗎 只要你對以上問題有一絲一律的人 這系列的節目都會為你一一解答 接著我們就進入很多人敲網的一集 徒步環島住宿篇 我不知道為什麼也是我很意外的 在徒步路上很容易被問說 迪迪啊,那你晚上都住哪裡啊 這答案其實很簡單啊 找便宜的民宿或背包客棧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你願意住便宜一點 然後把省下來的住宿拿去買美食 然後把省下來的住宿拿去買美食 尤其台灣的住宿真的不便宜啊 而今天這一集就是給想在住宿省錢的你 做一個參考 所以在這集我主要會分享三個內容 第一個,便宜住宿的來源 第二個,如何找便宜住宿 第三個,我推薦我前五名的環島住宿 當然本集內容不局限於徒步環島 如果你今天是要機車環島的人 也是適用的哦 所以記得看到影片最後 住宿真的是我徒步環島裡面花費最大的費用 幾乎是佔了一半 但如果你有預算考量的話 住宿真的就需要特別的去挑選 如果你想要在住宿上面省錢的話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沿路搭帳篷 優點就是最便宜 機動性最高 環島後帳篷你還可以繼續使用 當然缺點很明顯的就是 你需要考量你充電問題 洗澡問題 搭帳篷地點 環境吵雜 還有安全問題 我當初就覺得啊 我還是不要把環島的難度 一次提高這麼多好了 所以我就不考慮帳篷環島啦 第二想要省錢就是要住便宜的住宿 但缺點真的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住宿品質可能不是到很好 所以就不適合前面的人 我曾經遇過有大張在我吃完的食物上面爬 第三你也可以坐火車到市區找便宜的住宿 優點就是省錢 如果去住的話 你也可以把心理直接放在民宿裡面 減輕環島的背包重量 但缺點就是多花了時間還有車錢 少了走到哪裡就住到哪裡的情懷 對我當初就是超堅持這種情懷的人 這些就是我在住宿上省錢的方法 還有優缺點 大家就自己再評估一下哪一種方法適合你囉 那麼便宜住宿的類型 常見的有背包客棧 背包客棧就是與其他房客共住的上下鋪空間 少至兩人多至十個人都是有可能的 那其次呢你也可以找香客大樓 但香客大樓他都是大通鋪居多啦 但時常只提供團客 如果你是只有一兩位賞客的話 很多都是不提供入住的 而且你這些最好是打電話 先跟他確認說有沒有開放賞客入住 第三個呢就是教堂 因為我個人沒有住過啦 但我覺得這應該是跟香客大樓 差不多一樣的概念 如果有住過的人可以在留言處稍微補充一下 所以你要找便宜住宿的話 有幾個小點可以注意一下 首先是你的住宿地點 最便宜的住宿通常都是在市區競爭最激烈的地方 最便宜的我曾經住過一個晚上兩百元都有 真的是超級誇張的 接著就是你的住宿時間 因為同一間的房間也會隨著時間有所變動 通常啦 國定假日一定會比假日還要貴 一般假日又會比你的平日還要貴 如果你遇到什麼假日啊 國定假日或者是區域性活動 比如說什麼音樂季之類的 這時候你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 提早定住宿 否則你當天可能就需要流落街頭了 我那時候因為剛好遇到疫情爆發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住宿是都蠻好定的啦 但聽說現在有些房間真的是真的不好定了 第三住宿上省錢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詢問 因為如果你直接用電話預訂的話 不經過電房平台的抽扯 一些非連鎖的民宿會給你可能 優惠50元不等的費用 如果民宿老闆願意的話 也會給你徒有更多的優惠 那你今天如果剛好是續住同一間的話 你也可以順便問老闆有沒有續住的優惠 最後我還有要跟你分享一個最便宜的住宿方式 就是 找你當地的朋友加借宿 當然是免錢的最好啦 沒有啦 我還是非常感謝有提供我借宿的朋友 也順便跟一些太久沒有見面的朋友聊聊天 培養一下感情 以上就是便宜住宿的特質啦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於住宿要求不高的人就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我來跟你分享 我是如何找到一天平均不到500元的住宿 我找便宜住宿的管道通常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佔了我50% 就是從FB的圖友社團 徒步環島連儀會上找到的 這個社團目前是臉書 徒步環島最大也是成立最久的社團 已經有3.1萬個成員了 非常的誇張 上面通常就會有一些很豐富的資訊 雖然會比較繁瑣難找一些 但我今天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要在台東找便宜的住宿 就直接搜尋打台東住宿 他就會把以前有相關提到的天文都列出來了 基本上我有將近一半的住宿 都是參考前輩的經驗分享 所以再次感謝這個平台讓我省下了不少錢 第二個管道呢 占我住宿的40%就是從地方平台預訂啦 按照我個人的經驗啦 Booking會比Arcoda便宜一些 加上Arcoda可能刷卡會有一些國外的手續費 所以我個人是沒有在Arcoda上面訂過啦 然而AMBNB你也可以試著找一下 因為有些私人住宅 他有多的空間就會堪證在AMBNB上面 不會在Booking上面出現 我有世間便宜的住宿就是在AMBNB上面找的 另外如果你真的是用訂房網預訂的話 還有一招小Paybook可以讓你省錢 都是使用AppShopay去預訂 用這個平台連結到Booking啊 住宿費不會變多 反正是讓你多賺6-20%的回饋 而缺點就是當你入住完成後的半年 才會回饋回來 而且你也要買200元才能夠提領你的費用 雖然這真的很像是在業配 但是如果有想要省錢的人 真的可以用這招 一開始我會以為大家都知道這個App了 但我發現還是蠻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我在環島期間總共是拿了800多元的回饋 算是積少成多啦 這樣徒步環島下又租到一間免費的住宿了 如果大家還沒辦過的人 就可以用我的邀請碼去申辦 你還可以再多拿到100元的回饋喔 而最後有10%的廣道 就是直接上網關鍵字搜尋 比如說你看你要去什麼地名 地名加上背包客站或者便宜住宿 或者是背包客 比如說我現在是要在台東搜尋便宜的住宿嘛 你就搜尋台東便宜住宿 但通常這種方法真的是找不到更多的資訊了 我只有用這個方法找到一間便宜的住宿 如果以上方法我真的都試過 還是找不到滿意的價格的話 這時候我就會坐火車回到市區找便宜的住宿 隔天再坐火車回到原點繼續走下去 或者你也可以在臉書社團上詢問大家 其實大家都很樂意回答的 最後我來簡單分享我環島5間CP值最高的住宿啦 第五名 高雄市區的紫飛機高雄青年旅館 這間因為我是平日入住 那時候才325元 而且我意外的是 這間背包客站有飲料機你可以免費使用 再加上如果你的床剛好是靠旁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街景 環境上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舒適乾淨 所以推薦給大家 第四名 屏東墾丁太空艙旅舍 這天我也是平日入住 所以是480元 很特別的是 這間居然有免費的泡麵可以吃 還有免費的飲料機可以喝 對 居然有免費的泡麵 這一點真的是我第一次在背包客站遇到 而住宿就在墾丁大街的旁邊 在逛墾丁大街之前 你就可以吃個泡麵來墊墊一下胃 嗯你懂我在說什麼的 很特別的是他也有提供免費洗衣的服務 你只要晚上拿髒衣服給他 隔天他就會把這些衣服烘乾給你了 我就是一個超級貼心的服務 兔友也超級需要的 好接著是第三名 花蓮瑞瑞瑞的愛迪行女 這間我當初入住的價格就是500元 價格是屬於比較一般的 但整體的裝潢都是非常的溫馨 舒服 像今天還有可能會看到他們的寵物柴犬 第三我會跟大家分享這間啊 是因為他的背包房的浴室是臉蓬頭 就像飯店的那一種 這是我環島期間住到 使用最好衛浴設備的背包客棧了 第二名就是我們台東太馬里 卓奶奶的家 我會住到這間 其實是當天臨時才決定的 大家可以看這一集的故事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雖然背包客棧環境是屬於比較普通 但很特別的是 他有提供圖油免費的晚餐 我原本想說啊 免費的晚餐 份量應該就是非常的普通 不會太豐盛吧 結果我錯了 他的份量超級多 多到我覺得應該是兩個女生 才吃得完的份量 真的是有回到家 阿媽怕你餓到的溫馨感 而且我又遇到他住宿第二天 有住宿費半價的優惠 而卓奶奶他真的又請了我 第二天的晚餐 等於我那兩天花了750元 還包了兩天晚餐 再加上民宿他離海邊 大概走路只要10分鐘的距離 就可以到達了 你要看日出啊 還是看海都非常的方便 最後我要來公佈我們的第一名 就是 花蓮玉璃的玉璃圖宗 這間我相信在徒友間 絕對是沒有富品的 這間的住宿風格是走復古風 佈置了許多的舊物 是間非常有特色 還有溫度感的背包客棧 老闆艾瑞陽 一開始給人的感覺是非常酷的 但跟他認識之後 才發現他是一位很大方的人 也非常的貼心 也有給徒友住宿優惠 甚至還做了這一個 非常有紀念性的標章 只要是有環島的人 不管是你徒步還是機車環島 他都會送你這個 他們特別做的小標章 我覺得超級有紀念性價值的 而且在他們住宿啊 也有免費的腳踏車可以借用 這時候你在附近的倒點騎車 真的是非常的愜意 也因為如此 在玉璃途中 你很容易遇到其他位的徒友 像這一天住宿 我就遇到了三位 跟我一樣在徒步環島的徒友 反正就是優點太多了 想知道這部分的人 可以看這一集的影片 我真的是第一次來到玉璃 就愛上了這一個地方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環島住宿影片的分享 感謝有看到影片最後的你 所以我也有特別整理住宿的資料 要跟你分享 我做了兩個版本的住宿清單 第一個是簡易版 就只有住宿時間 地點 里程 名稱 價格 你就可以直接截圖下來 來做保存 而第二個就是詳細版 我會跟你說 我是如何聯繫這些住宿的 有沒有提供免費的洗衣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備注 相信這些都是對徒步的人 有很大的幫助 而很重要的 我要聲明一點是 我這些資訊 都是在2022年4月到6月的資訊 後續我也沒有做更新 也只能給大家當作是一個參考 因為在疫情過後 台灣的住宿 整體而言都漲了100塊以上 如果你要像我一樣 每天平均住宿不到500元的話 真的就是有一些比較困難的 而圖有優惠的部分 也要看店家有沒有提供 畢竟經營一間旅店 其實也不太容易 這部分就是要大家多多 體諒住宿的經營成本 如果你有住宿的最新資訊 也歡迎在留言處分享 你也可以分享推薦的住宿給準備要環島的人 最後呢 要整理這些的資訊真的是花了我不少時間 但因為在徒步環島期間 我受到了許多的感動 還有祝福 也想要把這份感動繼續的延續下去 所以整理了這些資訊 給想要徒步環島的人做參考 如果你做的是對你有幫助的話 影片可以幫我按讚一下 真的頻道訂閱支持一下 也可以留些鼓勵的話 我會非常開心的 有任何的環島問題也可以直接留言 或者是IG視訊我 影片最後的最後 我想跟你分享一段話 不做想一輩子 做了想一輩子 我是A男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啦 這部影片又終於拍完了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生活的小幕後 這幾天啊 我IG受到一個非常讓我意外的視訊 就是有一位高中老師 邀請我去做兩小時的徒步分享 欸兩小時看一部電影真的很久欸 但尷尬的是 因為他邀請的時間是在平日嘛 啊我本人其實還有陣子工作 所以我就非常的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去徒步分享 我也一陣子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的徒步故事了 所以說實在 其實有點小緊張啦 但之後啊 我的心裡就會有一種感受 就是有一種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一部分是怕擔心自己會表現不好啦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期待跟 可能跟同學有更多的互動之類的 於是啊 我就會開始在腦袋 腦補一些當天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我覺得這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欸 不知道你有沒有體驗過 這就是有點像我當作要突破環島 出發的前幾天那一種緊張感又興奮感 所以啊我之後就發現說 只要我有這一種特別的感受 就代表我一定要去嘗試看看 不管是多麼困難的挑戰 就是接下去就對了 因為啊雖然會有點小擔心 但是因為我知道 我不做的話 心裡一定會有點小小的遺憾 所以最後我就答應啦 只是目前的時間 它是延到年底啦 未來如果真的有去學校分享的話 再拍影片 跟你分享那天的情況吧 嗯我會拍吧 應該 或許 不確定 呵呵呵呵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